金融北林路土石探方 瞬間的畫面曝光 土石像瀑布般傾瀉 冷暖幾秒鐘 马路全都被覆盖 趕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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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跑到右边栏杆 无路可走 眼前的土石覆盖 男子回头往前冲 生死瞬间 看到有一台小黄被击中 司机大喊呼救 前面先一块石头掉下来 然后 接下来就一阵一阵 如影片那样子 这样子 这部车车刚好困在里面 那台计程车 还有一个一对夫妻的轿车 北林路平浪桥前 发生大规模的土石探方 造成九部车辆 一部机车被土石掩盖受困 一部车被探方推到下边坡 两人受伤送医 其中一辆车的行车记录器拍下 惊险一瞬间 而当中一对计程车夫妇 惊险逃过一劫 我就听到我的车子后面 一个石头扎到我的车子 往前震了一下 我当时吓到了 我看到我太太往前面的导门玻璃 撞了一下 头击中了一下 那我也很慌张 慌张之一呢 我就看到车子情况也不对了 我发动了车子的钥匙 打开了电源 把我的窗户摇下来之后 就爬进去 我两脚出气的同时呢 我的脖子卡在三脚架的玻璃位置 脚下面是可以动 但是脖子就卡了 正好当时有一位太太 就从她往旁边经过 拉了我一把 让我的脚的支力 有点支撑 就头的部落就往下请了一点 然后我才能出去 第一时间 金融市新美市消防局 出动大批人力器材 前往抢救 而原本人在议会总执行的 市长谢果良 经过市议会同意 暂停总执行 立即前往现场勘灾 那首先先谢谢 民进党党团 可以在 我们在总执行的期间 然后可以暂停 而且就是可以让大会 允许我们到这边来勘灾 首先先表示感谢 再来就是这一次的勘方 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第一时间 我们先请交通处 针对这个现在问题的 实际的情况 跟他所阻断录的 这样子的一个道路资讯 希望在半个小时以内 就赶快来准备好 发到各个社群去 让这一段 这个民众跟用路人了解到 现在这一段几乎是完全不能行走 而且附近还是有一些 安全上的疑虑群 民众如果要来往这个区域的 要就要直接改道 没有任何可能可以经过的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希望 这个公路总局 他在修这个 贪方路段的同时 基隆这个市政府公务处可以积聚在旁 给予一些相关的协助 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 这个贪方路旁边有一个 这个加油的一个地点 那我们也大家分摊工作 请公务处赶快把这个 这个加油的地点要来防护 因为刚刚看到有一些土石流的崩落 还谈到这个加油的这个区域 那我们也尽快的要了解一下说 这样子的贪方规模 大概如果要修复单线道 大概多少的一个时间 然后大家共同的努力来把这个 赶快抢通 但抢通的过程中 如果他是以抢通单线道 来作为一个目前的目标的话 那他也不可以影响到 抢通后的这个经过的民众的 不好意思 经过的民众的一个 一个行的安全 那就这几点 是我刚刚到现场这边 所初步了解到的 先跟各位做个报告 我可能还要再深入了解 以空拍的角度 和实际贪方面积估算 贪方量大约两万两千 立方公尺 贪方高度大约三十公尺 他的土方量呢 是两万两千五百佩 就目前整个消防局 跟我们目前救灾状况是 目前有两个人受伤已经住院了 那没有 暂时没有人员伤亡 那至于整个抢修的状况呢 目前基隆公路段 目前已经要调动六台的挖土机 还有六台的土车 还有三台的小三猫 来进行一个即刻抢灾的过程 那我们也会在现场 成立前进指挥所 来时刻关注这个抢灾 边坡的进度 那另外抢灾能够通行的时间 目前还在评估中 受到严重山峰事件影响 北陵路交通中断 市长谢国梁指示交通处公务处 做好各项应应措施 我们会分开 就是说替代的道路我们会来 那另外我们CMS也在 也联络新北跟台北 国外跟各大社团跟那个 在演书上跟在群组上 跟什么跟大家讲 这个地方暂时 对我们可以指引那个替代道路的部分 那因为这个是属于公路总局所辖管的范围 那我们已经通知公路总局了 他们现在也在动员当中 他们会从两端开始施作 那至于说我们的部分 我们就是看公路总局有需要我们协助 我们会全力来协助 那我们相关的 我们会把相关的机师跟我们的施工厂商 都到现场来帮忙他们来看 有什么需要协助的部分 我们就会全力来协助他们 那因为公路总局他们知道这件事情 他们也在全力动员当中 现在这个方面还不稳定 那尤其过几天又会下雨 所以夜间的时候 施工人员看不到上边坡的状况很危险 所以我们在这个可视性 边坡安全可视性的情况之下会全力赶工 公路总局在现场成立了前进指挥所 将出动六部怪手进行落实移除工作 但由于现场的据实相当庞大 先要利用破碎机分解 初步估计要等到6月11号上午才能够抢通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